各位朋友大家好 2012年3月下旬的一天 中共总后勤部政委刘元 乘坐专车前往天津考察部队后勤工作 在离京后不久的京津高速公路上 刘元专车突然起火 油缸爆炸燃烧 整辆车顿时火光熊熊 由于司机没有慌乱 在全身着火的情况下 停好了车刘元逃出升天 他的警卫为了保护了 刘元就受了伤 司机则被烧死 这是刘元第一次遭到暗杀 不过算他大命 就被吓得是魂不浮体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 他又遇到了三次暗杀 包括7月份他去青岛度假的时候 所住的房间被扔燃烧弹 不过这次杀手的情报不准 刘元提前三天结束了 已经离去了 9月初 刘元到兰州军区去检查工作 当刘元在陕西省西安军库检查 工作的时候 突然遭遇了多发冷枪 刘元警卫和军区警卫 立即回击击毙了凶手 后来调查指凶手 是被开除的一个副连长 9月下旬 刘元到济南军区检查工作 当天晚上接近5月12点的时候 刘元所住的军区招待所 402房的浴室煤气突然发生爆炸 由于刘元当时和助手还在招德所的庭院里谈工作 在无意中逃过了一劫 短短约半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四起针对刘元的暗杀事件 这会是偶然的吗 不过由于四次暗杀的作案形势不同 地点不同 调查并不容易 不能做出结论 有人推测这四次暗杀 都可能与徐才厚 想阻止刘元对谷俊山的调查有关 那么刘元怎么这么招人恨 有人一定要取到他的姓名才甘心呢 刘元和徐才厚又是怎么结怨的呢 习近平在2008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成为储君之后 就开始琢磨将来怎样像毛泽东秦始皇一样管控中国 并逐步的把自己的人马安插进要害部门 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军队 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情信呢 向他推荐了二牛来为他收编军队 所谓的二牛 一个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牛亚州 当时的国防大学的政委 他的主要责任呢就是要搞臭徐才厚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当事人呢 就是被毛泽东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习近平还承诺刘元呢 将会在中共十八大上升为中共军委副主席 而牛亚州呢 则提升成总政治部主任 为了让二牛顺利接管军队 2008年底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 就在2009年把牛亚提升为上将 过了一年 在2010年的年底 又把牛亚由军事科学院调到总后勤部担任政委 为晋升为军委副主席做铺垫 基于做出政绩的牛亚 一到总后勤部就开始摸底 寻找达倒现任军委几个主要领导 包括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 以及国防部长梁光烈等人的机会 当年的总后勤部是中共军中最有油水的部门 当然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 开始的时候 牛亚想找总后勤部部长廖西龙的把柄 从2002年开始 廖西龙就担任了这个油水最丰厚的总后勤部部长 当兵打仗出身的这个大佬出 那是问题一抓一大把 当牛亚得意洋洋的把他选中的军中大老虎 廖西龙的情况向习近平报告之后 习近平不仅没有表扬他 反而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廖西龙在军中充其量只是一个二级军头 打来干什么 就算打倒了廖西龙 又怎么能搬到其他在上面的更大的军老虎 郭伯雄徐才厚全面夺权呢 作为刘少奇长子的刘源 本来当年在竞争中共最高领导人职位上 比习近平薄熙来等人都更有优势 而且起步也都比他们强 然而他没有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少在习近平看来 他看问题根本就抓不住重点嘛 经过习近平的解释 刘源才明白习近平要打的军老虎 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贪腐老虎 而是要通过打老虎抓军权 抓军权才是重点 在习近平面受激怡之下 刘源不得已把目标定在了刚刚晋升为中将的 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古俊山 为什么说刘源是不得已呢 大家都知道 古俊山是个八面玲珑的人 刘源空降到总后勤部 古俊山第一时间就去巴结奉承 献上重礼 这也是刘源到了总后勤部半年多之后 古俊山熬了八年 终于晋升中将的原因 大家要知道 如果没有主管刘源的同意 古俊山又怎么可能晋升为中将呢 刘源不得已在接受任务之后 经过一番调查 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些古俊山的贪腐线索 于是就把情况向廖熙龙通报 要求对古俊山正式展开调查 不料刘源这一次又撞了一次篮墙 他的提议遭到了廖熙龙的拒绝 原因很简单 古俊山跟他搭档了八年多了 在他的提拔下还不断的升职 算是他的人 刘源要整古俊山 那不就是变相整廖熙龙吗 的确2001年7月 古俊山调到北京 担任的是解放军总后勤部 基建营防部的副部长 有人认为古俊山调到北京 是徐才厚出的力 因为古俊山和徐才厚两人 在济南军区曾经有过两年时间 共事的经历 不过也有人认为不是 因为徐才厚到北京后 主管总政治部 如果是徐帮手 应该是把古俊山安排到总政治部才合理 2002年底 廖熙龙晋升为总后勤部的部长 古俊山是个灵活人 做事也有方法 很快就得到了打仗出生的廖熙龙的赏识 并且在2003年就晋升成为少将 在四年之后 廖熙龙又把古俊山提升为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到了2011年八一建军节前 在廖熙龙的举荐之下 做了八年少将 55岁的古俊山 又获晋升为中将 这一切都与廖熙龙对古俊山的赏识有关 当然由于总后勤部钱粮充足 经过古俊山的手 那个钱是数以十亿计 加上他为人精明 出手也很大方 在此期间成绩也是很显著的 赏识他的并不是只有廖熙龙 在当时的中央军委中 大多数人都认为古俊山未来试图看好 古俊山刚刚晋升为中将 你留言就要整他廖熙龙 这张老脸往哪放吗 有人说什么古俊山和廖熙龙不合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两个人一起共事差不多十年了 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矛盾的 但是两人是利益的共同体 如果真的有大矛盾 廖熙龙完全可以把古俊山调走吗 前面说过 其实留言也不想查的 留言碰了钉子以后非常的泄气 他不知道军中本来就是一个封闭系统 他这个外人突然进来 大家对他根本不知底 怎么愿意跟他一起去整自己 朝夕与共 甚至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呢 在无可奈何之下 他又只好去找习近平商讨对策 习近平看着留言这么不中用 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最后他决定呢 亲自与军委副主席的身份 找廖熙龙呢 举行工作谈话 有传闻说 在两人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把之前留言 交给他关于廖熙龙的材料 服役了一份给廖熙龙 之后就开门见山的说啊 如果你配合留言的工作 那一切都好说 你如果不配合呢 那后果自负 已经做了九年的总侯勤部长 年逾七十的廖熙龙 早已经是杜宝残肥 唠叨的油水都快撑死了 看到材料之后 那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为了平安退休安享晚年 廖熙龙只好乖乖就范 答应今后 无条件支持牛园查处古郡山 接下来廖熙龙和牛园 就上演了中共军方最滑稽的一幕 由总后勤部的部长和政委 联署向中央军委 向当时的军委主席胡锦涛 和军委副主席习近平 举报自己的副部长古郡山 各位 两个顶头上司举报自己的下属 这是不是天大的笑话 他们两人手中的权力 完全可以不必请示任何人 叫古郡山生就生 叫古郡山死就死 还要举报什么呢 后来牛园也亲自向外界证实 抓出徐采后 古郡山这样的大摊剧间 是习近平决定和独办的 也就是说这都是习近平 为了夺取军权的阴谋诡计 不过这出戏演到这里 牛园也就只能演下去了 2011年12月25号至28号 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 牛园在讲话的时候 突然亮出一张互联网上被广传的 古郡山将军府的照片 指控他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繁华地段 为自己建造的官邸 薅之上议员 占地二十余某 内有三座别墅群 极度奢侈 随后他称贪污军产 倒卖军火 卖官渔爵 侵吞公款 试用公款 乱私回扣等问题 普遍存在在军方 并且以开国大将 陈庚的儿子 陈之健少将 被所惠的事情为例子 接下来更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像红卫兵一样的牛园 突然对着主席台上的军中三巨头 郭伯雄 徐才厚 梁光烈三个人说道 你们三位军委负责人 在领导岗位上 已经多年 对于军中的严重腐败 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 一时间 所有开会的人都不知所措 整个会场 简直是乱成一团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介绍说 在会场大乱的过程当中 坐在主席台上的胡锦涛 和习近平面无表情 不动声色 显然是早就已经知道 牛园做的这些事 2012年2月 晋升中将不足半年的 古军山就被免出了 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职务 然而徐才厚 郭伯雄和梁光烈三个人 对牛园的以下犯上 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梁光烈一看势透不对 马上就向习近平屈服了 本来古军山行贿最多的人就是他 因为古军山在牛园 到了总后勤部之后 看出牛园 要拿他下手 就已经萌生去意 想过当到总参谋部 去受梁光烈的庇护 梁光烈答应他 提拔他做副总参谋长 因为总参谋部 是梁光烈的地盘 他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 就是总参谋长 哪里知道梁光烈是出卖了古军山 以换得平安退休 而郭伯雄由于于古军山来往不多 查不查古军山对他没有什么损失 因此也选择了不反对 但是徐才厚对牛园 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 是完全不能接受 一来牛园只是总后勤部的政委 只是一个政工干部 并不是纪检干部 一调来就对军队人士指手画脚 甚至要抓要惩处高层干部的做法 非常反感 因此非常抵制 当时在中共军队高层中 徐才厚差不多是唯一科班出身的 而那一班靠打仗打出来的草莽英雄 对他都很尊重 他的影响力也与众不同 许多人都愿意把徐才厚当靠山 而徐才厚也乐得当好人 所以他在军中有不少的史诗知己 或者说追随者 再加上徐才厚作为平民出身的军委副主席 对自己的成就也充满自豪 对太子党刘园在军中捣乱非常不满 因此也就对刘园不假辞涉 在徐才厚死后 刘园有一次受访的时候 就提到他喝徐才厚古俊山生死搏斗时的一件旧事 有人问刘园 说古俊山曾经跟刘园说 我下一个职务是总参第一副总长上将 中央军委委员中也将有我一个 你不当我的道 我也不当你的道 这是不是真的呢 刘园表示 古俊山并没有当面这样跟他说过 但这是不厌自明的 古当时确实在谋这个位置 也跟别人这样说过 刘园还透露 2011年11月份 他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古俊山的问题 为此徐才厚还找刘园谈过话 暗示他还不一定谁整谁呢 刘园你告古俊山 还没准古俊山把你整倒了呢 刘园的回答里有几个信息 一是很多关于他和古俊山等人的关系 都是有心人放出来的 根本做不得准的 另一个信息就是 徐才厚确实不把刘园放在眼里 刘园虽然水平不高 才智不足 但是后面有习近平指点撑腰 只不过他做事欠方法 这个就与徐才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终于两边撕下了客气的嘴脸 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 这就是我们在故事的开头 提到的四次暗杀刘园事件的原因 有些人可能会问 这些暗杀怎么就可以确定是徐才厚干的呢 的确很难有缺失的证据 去证明这些暗杀行动是受到徐才厚 或者是古俊山指使的 不过当刘园开始在军中腥风作浪 很多中臣军官也发现了他针对徐才厚的阴谋 于是开始形成了宝徐派 并且与刘园的势力展开短兵相接的殊死战 另一方面在习近平等太子党的支持下 军中也出现了倒虚派 在中共军中即将晕亮一场大便 下一期我们继续讲中共军中围绕徐才厚的一场兵变和一场兵检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